干面田在我们这边是非常聪明的这个红醋 板栗鼠 现在预售价格非常的实惠 有金不 白金红薯是有点金的 白金红薯的两头 有的有有的没有 就是两头有的有金 有的没有金 黄金红薯是没有金的 这个白金红薯就是这种特性 它有的就会有些金 但不是很多 不是很多那种没法吃的那种 只有一点点金 不影响食用 很难避免 你说一个金都没有 不行的 它这个红薯就是这样子的 黄丝的就是没有没有金 我今天在蒸黄丝的啊 对这种金不影响口感 只是一点点 我今天蒸了这个 蒸了和烤了这个黄丝的 我没有白丝的 等一会弄好了 给你们看一下 一点点金 不是那种吃特别多 特别多金的 那就是样子的 直播好枯燥啊 那没有办法 你就知道我们这种 这种直播就是这样子都 明天想干什么行业你就知道 只不过的确很枯燥 好热 开着烤箱 开着烤箱 蒸锅没几段还响着 然后又开着我的电饼冲 这屋里跟烤箱一样 好热 好热 晚上好 欢迎进直播间 我们这今天终于不下雨了 明天晴一天 后天又开始下雨了 就今天下午晴 早上上午还下一点雨 下午 上午还下了一点点雨 然后下午晴了 晴了 但是明天晴一天 明天晴一天 后天又有雨了 我好希望这个天气 让它变一变 明天它 后天不要有雨 没完没了的下 真的是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 好了 做完了 谢谢大家 好温 不擦油了 我觉得不擦油也行 哈喽 哈喽好热呀 我来看看 我的红薯怎么样 咱们看看红薯 蒸熟了没有 看看红薯蒸熟了没有 还不够透 我要再加点水 这红薯啊 还是小个子不好蒸 大个子不好蒸 好了 看我的烤箱红薯 看我的烤箱红薯 看到没有 正在烤 这里面是这个黄色红薯啊 里面是黄色红薯正在烤 烤好给大家看一看 我第一次烤这个红薯 不知道烤多久啊 上面说烤四五十分钟 我也不知道 我就设定了 好像是五十分钟 然后两百一十度烤 我的烤箱终于拍上用场了 又我的宝贝醒了 你们先待在这里 我去看看我儿子 又不行 有可能就31分钟 那么不久 放肚子 小豆腩切开门了 干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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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还剩点 不吃面 面捏 哎呀看我的儿子 来 那你今天晚上哪儿做完呢 刚刚走过 好 来捏 螺螺看你捏 螺螺烫的烫面他都捏 晚上好欢迎自己直播间 我们去外面热死这屋里 不然你不能让妈妈给你做好吃的 你抽着那果被要糊了 烦一下 啊好饱好饱 啊外面好凉快啊 哈喽晚上好 欢迎新新直播间的宝宝 欢迎新新直播间的宝宝 到了 到了 嗯 我这个我不想仗用 这个有着我吃吧 我不仗用了 不记得糊都中了 你还没着看 我晃会儿都中了 晚上好 不仗不仗 这个我不仗仗 哈喽哈喽 晚上好 欢迎新新直播间的宝宝 看我们小花蛋 我又 有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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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有些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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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声 怎么不开心啊 他刚睡好觉 刚起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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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干练食吗妈妈吃饱什么 睡觉啊刚睡醒 睡觉刚 好好没有想吃喝酒 看哪个 嗯 那你卸款上去 你卸款上去 要不要撞上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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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香城是冰城情缘 香城情缘就是冰城情缘 那个经常在直播间聊天那个小妹妹 应该知道的 她经常在各个直播间里面跑着玩 各个直播间里她都是质爱粉 你不传一下 找抱你去呢 传一下不 传一下不 对呀说不传都不传嘛 我去把她抱到沙发上去 给她找到电视看 要不然我儿子在这儿闹人呢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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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小沙发 是 看 谢谢 感谢观看 观看 观看 我回来了 欢迎新鲜直播间的宝宝 这个没有放油的这个饼 我给它吃掉 不吃就得扔 有个不理我摸的笼了吗 晚上好想吃 一个菜饼 我早上 我早上给大牛炸菜脚了 面弄得太多了 然后呢 不吃掉可惜啊 再不吃就要扔掉 不是糖菜的 里面是韭菜和粉条 前中午我说弄呢 我也没弄 从早上放到晚上 夏天放不住 这个面团我已经 和在那里了 如果再不吃 那要坏掉了 然后 馅儿是我昨天包包的 那个馅儿 馅儿也剩在那里 不吃也不行 今天晚上 我给它烙成饼了 等下我婆婆吹死我了 万一浪费掉 她都要说死 我就赶紧的弄弄弄弄 做成饼吃 好烫啊 我这个是没有刷油的 直接是这种 直接烙的 我等了烤红薯 烤红薯烤的时间太慢了 嗯 这个 我第一个就是放油多了 我感觉油多了不好 然后这个我说我自己吃吧 我就不放油了 我直接就 炕了 直接炕了 一点油我都没有放 嗯 这样挺好 我看 网上有一个 我们河南北边有个那个 嗯 我这个放 面粉放的多 不是多年 馅儿好少 这是最后一个啊 最后一个馅儿是有点少 前面我放馅儿多 这是最后一个 刚好就剩这么多面 然后剩这么多馅儿了 这个我婆婆也炕了 炕了时间长啊 给她压扁了都 我们 河南北边有一些 有一个地方 他们 就这种饼 嗯 直接擀得很薄很薄 然后放很多菜啊 素菜进去 然后两个就这样子弄在一起 也是不放油 看 我觉得也很好吃 下次我应该学学做那个饼 菜子的用 你来